金鹏和他的家族因支持废位的仁显王后 遭到张氏一族满门抄斩 只剩下金鹏一个男丁 此后金鹏默默忍受辱骂在红文馆管里书籍 终于五年后 肃宗开始厌恶掌权的张氏一族 还有支持他们的男人派 于是他暗中策划恢复仁显王后的地位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反派大臣明暗那里 明暗随即派出杀手刺杀仁显王后 关键时刻金鹏及时赶到 他从刺客手中就出了仁显王后 原来金鹏受宿宗之命 一直暗中保护仁显 他途中截获了明暗的亲笔杀令 金鹏打算连夜把这封信交给宿宗 但现在太多眼睛盯着他 他担心这信还没送到宿宗就会被劫走 于是金鹏前往士林阁 把信交给了自己以前的婢女阿月 阿月知道金鹏一直生活在刀光剑影中 于是给他求了个护身符以求平安 金鹏并不想依赖符咒保命 但为了阿月放心他还是接受了这符 当金鹏前往宫中求见宿宗 却被引至红纹馆 他在等待剑系突遇刺客闯入 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弑手空拳的金鹏最终处于下风 就在刺客的剑即将刺入金鹏心脏时 金鹏突然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此时他竟然穿越到了三百年后的现代 周围是同样的场景和建筑 但走的是一群穿着奇装一服的人 他们正忙着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设备 原来这里正在拍一部古装剧 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他 金鹏吓得浑身一颤 他看着眼前的女人浓妆艳抹 还穿着露腿的奇装一服 他甚至自称是人险王后 金鹏被这一切震得开始怀疑人生 他问那女人自己是不是死了 或者这只是一场梦 那女人见他迷迷糊糊的 开玩笑说他有点傻 这女人的名字叫阿珍 她是个十八线的小演员 按她的知名度 根本不可能拿到女主角 但在剧组试镜的时候 她的前男友偶然看到了她换衣服的情景 阿珍那迷人的身材 重新点燃了东明的心 几年前 东明在阿珍低谷时选择了分手 当阿珍再次遇到东明 他绝不想再和这个渣男扯上关系 但出乎阿珍意料的是 东明竟然是这部剧的男主角 如今红的发子的他成了导演的蠢 阿珍以为这次他肯定会被淘汰 正当他心灰意冷打车回家时 突然接到了导演的电话 阿珍激动得浑身一颤 手机一不小心掉进了排水沟 阿珍急忙喊司机赶紧停车 他跑到排水口时 手机竟然奇迹般地接通了 阿珍只好屁股朝外 脸贴排水口跟导演通电话 导演告诉他 他被选为女主角 阿珍高兴地直接对着排水口跪下来拜谢 接下来就是阿珍和金鹏在片场的初次相遇 阿珍不知道金鹏是从三百年前穿越来的 他更没想到 自己将与这个来自三百年前的男人 展开一段跨越时空的虐恋 金鹏回到现代的空荡荡的红文馆 他拿出那块护身符 不经意间念了符上的文字 眼睛一闭在睁 他竟又穿越回来了 看着地上的狼藉书籍 这是他昨晚与刺客打斗后的红文馆 金鹏这才意识到 是这幅让他穿越了 于是他去寺庙找阿悦球的那位大师 想问清楚这幅的奥秘 但不巧大师几天前出差了 金鹏只好把自己遇到的奇异世界 描述给小师傅听 小师傅开玩笑说 他好像看到了世外桃源 这时一位丫鬟赶来 告诉金鹏阿悦被敏安抓了 原来敏安在追捕金鹏的同时 发现他宠爱的阿悦 竟是金鹏的婢女 于是他把阿悦关起来 逼金鹏现身 阿珍这时正在为新剧拍宣传片 虽然是女主 但女二美娜对他冷眼相待 美娜嘲笑 他是靠睡觉抢了他的女主角 人们都以为 阿珍是靠东明上位的新机女 他心有不甘 跑去问东明 是不是真的干预了他的试境 东明不仅承认了 还说要让他比美娜红得多 阿珍既要面对美娜的白眼 又得忍受东明的调戏 片场的尴尬气氛 让阿珍坐立不安 于是他独自一人 到附近的小树林透透气 正当他在调整情绪 突然一阵狂风刮来 恍惚中 对面空荡荡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飞驰而来的骑士 阿珍被吓得手足无措 一时间竟忘了逃跑 关键时刻 骑士及时止住了马 定睛一看 那人正是从三百年前 再次穿越来的金鹏 阿珍还没反应过来 身后突然出现了蒙面杀手 金鹏竟然当场把杀手刺死 起初阿珍以为 金鹏是剧组里的演员 毕竟他当时正在拍戏 但接下来的情况 彻底颠覆了他的看法 只见那杀手的尸体 开始化为灰烬 身上的血迹也慢慢消失了 这诡异的事 把阿珍直接吓晕了 等他醒来时 已经在医院躺着了 阿珍把这奇怪的经历 告诉了闺蜜兼经纪人秀锦 现在都21世纪了 秀锦当然不信阿珍的怪事 让他赶紧给阿妈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阿珍翻遍包 也没找到手机 却翻出了一副护身符 原来是工作人员 误把金鹏的护身符 放进他包里了 当金鹏回来找护身符时 却发现了阿珍的手机 这时金鹏正在宫内打坐 突然旁边的手机响了 金鹏拿起手机左看右看 完全一头雾水 原来是阿珍用秀锦的手机打过来的 阿珍没人接 就用定位找手机位置 却发现他的手机竟然在宫里 第二天 金鹏依靠记忆中的宫殿 图终于找到了出口 但他站在宫门口时 被眼前景象震惊了 街上车水马龙 高楼大厦威然出力 这完全颠覆了金鹏的世界观 但金鹏很聪明 很快就学会了示意 他偷了剧组的现代服装穿上了 这时 阿珍在电视上看到 那马出现在步行街 这不就是那个男人的马吗 阿珍这才明白 这一切都不是梦 他的手机肯定也在那个人手里 于是 他按秀锦手机的定位来到了片场 突然有人把阿珍拉到一边 阿珍一看 居然是穿着现代服装的金鹏 他还带着剧组的工作牌 他还以为 那天那诡异的场景 是他弄的特效 其实连金鹏自己都说不清楚 此时 他只想快点拿回护身服 去救阿越 可护身服被阿珍放在医院了 阿珍只好带金鹏再回医院 但金鹏就是不上车 站在外面 原来他不知道怎么开车门 金鹏好不容易坐进了车 阿珍又让他系安全带 结果金鹏一脸茫然 说不会洗 阿珍开始有点生气了 他在想 这人是真傻还是故意的 阿珍没办法 只能帮金鹏系安全带 当两人脸贴脸 近距离接触 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 此时 美娜在咖啡厅看到一篇报道 报道说 他在拍摄中故意排挤阿珍 还导致阿珍晕倒送医 这种恶意的报道 美娜当然无法忍受 此时 阿珍已经带着金鹏回到了医院 看着医院里那些先进的设备 金鹏又被震撼了一次 他突然问阿珍 从他的时代 到现在过去多少年了 阿珍数着手指头说 大概有三百年吧 金鹏难以置信 自己穿越到了三百年后的世界 但他还是把这些难以理解的事情 都告诉了阿珍 显然阿珍觉得 金鹏说的全是疯化 金鹏知道怎么解释都没用了 他让阿珍把护身符拿出来 到时候 他就会信了 阿珍这粗心大意的 竟然忘了护身符放马了 还好金鹏在卫生间的包里 找到了护身符 但就在这时 美娜突然找上门来 他一言不发 拿起鲜花 就向阿珍猛扇过去 美娜误以为那篇报道 是阿珍搞的鬼 就是为了抹黑他的名声 正当美娜再次挥手 向阿珍扇来时 金鹏及时出手 从后面抓住了他 然后一把推他出了门 阿珍莫名其妙挨了顿打 眼泪直流 没想到金鹏这直男 尽文言文来安慰他 阿珍听得云里雾里的 金鹏说 解释不清的事 就不要解释了 放宽心 事情自然就会解决 说完 他拿着护身符进了卫生间 换好古装后 金鹏拿出护身符 念出上面的文字 阿珍等了半天见没动静 急忙开门一看 结果人已不见 只留下衣物和镜子上的汉字留言 阿珍简直不敢相信 金鹏真的就这样消失了 这次和金鹏一起穿越的 还有那匹马 金鹏骑着马 急忙去救阿越 他把那封命令刺杀人险亡后的信 交给了敏安 阿越按约定被释放了 敏安以为把信烧毁 金鹏就失去了机会 但金鹏笑着说 他之所以交出信件 这意味着 他手上还有更强的牌 敏安突然意识到 金鹏向的定时炸弹 必须尽快把他除掉才行 于是金鹏带着仆人 回到他之前穿越的地点 为了测试那符咒的效力 金鹏竟然逼仆人 用弓箭射向自己 仆人哪里敢这么做呀 金鹏无奈 只好用刀逼他 倒数三秒 你要是不射 我就扔刀过来 逼得仆人不得不放箭 金鹏却突然消失了 果然 金鹏猜对了 只要他处于生死关头 那符咒就会把他带到三百年后 不过运气不好 他一到现代 就遇上了来看阿珍的前男友 东明也发现 卫生间有点不对劲 于是他抓起雨伞冲进去 没想到 伸手不凡的金鹏 被东明反锁进了浴室 东明一开灯 看到金鹏古装打扮 还以为他是阿珍的狂热粉丝 于是急忙出去叫保安 金鹏本打算 趁机再穿越回去 结果发现 护身符掉在马桶旁边了 等阿珍匆忙赶回来时 金鹏已经被一帮人围在卫生间了 但阿珍此刻又不能认金鹏 于是等大家都走后 阿珍偷偷溜进卫生间 他好奇金鹏为什么又回来了 原来金鹏想查一下朝鲜王朝的历史记录 但阿珍告诉他 这类历史一般都在图书馆里收藏 金鹏觉得这是挺难 不想给阿珍添麻烦 但阿珍却掏出手机 快速查了查地图 告诉他穿越回去后往北走十里 约定在那边的公园见面 拿着护身符 金鹏成功穿回了古代 两人同时启程 不过阿珍是开车 金鹏是骑马 警察到医院时 金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边的阿珍在公园已经等了好一阵 就在他快要放弃时 金鹏在雨中出现了 也不清楚是不是外面的雨影响了情绪 阿珍突然觉得对金鹏有些动心 金鹏一上车就迅速系好安全带 阿珍见他这么适应 忍不住夸了他几句 金鹏也不谦虚 说这是他的强项 到了图书馆 金鹏简直像是找到了天堂 作为状元 他巴不得在这读书一辈子 阿珍得知金鹏是状元后 不甘示弱 自夸也是个著名演员 还曾因美貌拿过奖 金鹏打量了阿珍一番 却不以为然地走开了 然后金鹏在史书中发现 人险亡后恢复了尊位 那些阴险的闽暗和张氏也被处死了 这消息让金鹏安心不守 金鹏忍不住想知道 现代人怎么分享喜悦 阿珍说他们会通过拥抱之位的方式 金鹏 突然抱了阿珍让他措手不及 这一步小心的举动让阿珍脸红得不行 他的心跳猛地加速 这时候金鹏无意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急忙叫阿珍也过来看 但这时有粉丝认出了阿珍 阿珍只好拉着金鹏先撤了 他们刚走到电梯就被一群粉丝围了起来 阿珍吓得手足无措 金鹏伸手一把把阿珍从人群中拉出 然后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这一幕又让阿珍的心动了一次 金鹏自责自己给阿珍带来了麻烦 于是他拿出护身符打算直接从电梯消失 但阿珍及时阻止了他 阿珍说没正式道别就走很不礼貌 说完阿珍就主动吻了金鹏 还解释说他只是在叫金鹏怎么道别 金鹏半信半疑竟觉得这还挺新鲜 阿珍离开后 他在图书馆的照片很快就被发布了出来 他突然想到自己和金鹏接吻的那一幕 要是被监控录下来怎么办 阿珍无奈 只好和秀锦再回图书馆 秀锦谎称阿珍在电梯里丢了东西 请求保安大叔调出当时的监控看看 但大叔说那时候的监控坏了 还好只是一场虚惊 两人赶紧送咖啡给大叔表达歉意 突然阿珍在监控中看到了金鹏的身影 他趁秀锦不注意悄悄溜出去了 此时金鹏在翻阅实录文件 突然他听到了阿珍的声音 阿珍快速地把金鹏拉到书架旁边 以防监控拍到他们 幸好阿珍先看到了金鹏 要是让保安看到可能就要报警了 金鹏本不想给阿珍添麻烦 结果还是让他帮忙处理问题 此时两人的气氛暧昧极了 突然一个电话打破了宁静 原来是秀锦在找阿珍 阿珍一一不舍地和金鹏告别 他的脚步沉重地像灌了签 阿珍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走开 金鹏望着阿珍的背影 心中满是不舍 于是他转身追了上去 然后从背后抓住了他 金鹏说他这次学会了阿珍交的道别里 阿珍被金鹏迷得心神不宁 彻底沦陷 阿珍走后 金鹏继续翻越实路 他发现自己很快就会被陷害 失去官职 并被发配到边疆 次日并发身亡 为了保护周围的人 金鹏回到古代后立刻让身边的人离开 几天后 一切如实路所迹 金鹏被流放 这时阿珍已经半个月没见到金鹏了 他在担心金鹏在古代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向剧组里的编剧询问金鹏这个角色 但编剧说他没听说过这个人 不过编剧很快在网上的实路中 找到了金鹏的资料 实路显示 被流放的金鹏明天将会病死 这个突然的坏消息 让阿珍感觉自己的星辰到了谷底 刚抵达几周的金鹏察觉食物有益 他悄悄倒掉食物 假装已经吃完 等到第二天一早 金鹏趁手位还在睡觉 悄悄检查他倒掉的食物 果然发现了死去的老鼠 当女人在送来食物时 发现金鹏还活着 他意识到自己下毒的是被发现了 吓得立刻逃跑 金鹏知道明暗还会来陷害他 所以当夜晚刺客来袭时 金鹏成功避开了攻击 接着他们展开了一场激战 金鹏险胜 成功逃脱了 但当他跑到小树林时 还是被埋伏的杀手抓住了 就在杀手准备刺杀他的时刻 他突然消失了 这次金鹏穿越到现代的地点 还是冀州岛 但适应能力极强的他 很快就从游客那里 偷了一套现代服装 还在包里找到了一本旅行指南 和谢雪林钱 身为状元的他 仅用三天 就掌握了旅行指南中的技能 关键的是 他发现了一种叫做飞机的交通工具 原来从冀州岛到首尔要走15天 现在坐飞机只需要一小时 但他现在没有身份证 根本买不了票 金鹏突然想起 之前阿珍车上的电话号码 现在的阿珍还以为金鹏已经死了 他悲伤的脸色苍白 秀锦感觉到了不对劲 急忙问起来 谁知道阿珍却说 自己认识的人 三天前在三百年前去世了 秀锦一头雾水 还以为阿珍在胡说八道 阿珍越说越伤心 最后竟然哭了起来 这让秀锦直接慌了神 就在秀锦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一通来自济州的电话打了进来 秀锦本以为是旅游咨询 正准备挂断 却被阿珍抢过电话 听到金鹏的声音 阿珍激动得泪流满面 金鹏也把这段时间的曲折经历 告诉了阿珍 他从古代死里逃生 穿越回现代就为了见阿珍 但被一个小小的身份证难倒了 幸好阿珍找到了一个 长得像他的朋友的身份证 然后带着秀锦急匆匆地赶往冀州岛 此时在机场的金鹏 偶然看到了阿珍新剧的广告 金鹏这才发现 穿古装的阿珍竟这么美 当两人再次相见时 金鹏对阿珍说 你真是个美人 阿珍听了 开心的花都开了 秀锦看到阿珍又浪漫过头了 担心他这次又碰上了个渣男 接下来秀锦发现 金鹏不光身份有问题 而且特别抠门 秀锦实在忍不住了 于是 趁着等飞机的空档 带他去了咖啡厅 像审问犯人似的追问起来 但当秀锦了解到 金鹏其实有一大笔遗产 他对他的态度立刻大变 阿珍能找到这么有家世 又帅气的对象 真是眼光独到 在准备登机前 阿珍听说金鹏要去首尔报仇 吓得急忙挡在他面前 金鹏安慰他说 报仇不一定要动手 让他不用太担心 此时古代的闽暗 怎么也猜不到金鹏有什么后招 同时东明和美娜因为来 冀州岛拍摄杂志 也在这趟飞往首尔的飞机上 他们因为形成紧张 买不到头等舱 东明正在向经纪人抱怨 不料却无意中看到了金鹏 这不是那天医院里的 那个怪异粉丝吗 东明看到了阿珍和他们 更加确定 金鹏是个疯狂的跟踪狂 他马上让乘务员联系警方 准备一落地 就抓捕金鹏 这时金鹏也注意到 东明正盯着他 他急忙跑去问 阿珍飞机上有没有藏身之处 他一落地就打算消失 看到金鹏在摸东西 东明误以为他要伤害阿珍 慌了手脚 直接冲上去踢了金鹏一脚 幸亏金鹏反应快 躲开了 他没想搞大事 所以没还手 结果还是被抓了起来 东明以为自己在英雄救美 还在阿珍面前得意洋洋的炫耀 除了阿珍 其他人都在为东明的勇敢点赞 东明还说等飞机落地 就把嫌疑人交给警察 让大家放心 阿珍听了立刻慌了神 情急之下 他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阿珍大胆地宣布 他们是情侣 然后当众牵起了金鹏的手 东明看着两人在自己面前秀恩爱 自己却成了众人的笑柄 东明气得要命 回家后 一气之下把衣服砸到了地上 他是个当红明星 竟然输给了一个无名小辈 另一边 金鹏和阿珍分别后直奔红文馆 他在那里穿越回了古代 身穿黑衣的金鹏 用左手写了一封匿名简举信 然后半成刺客 给肃宗送去了剑使传书 然后他立刻用护身符 穿越回了现代 这时肃宗注意到 剑上绑着信 叫人取了下来 信里是匿名揭发 说闽暗正在和几个大臣密谋 计划今晚除掉人险王后 信提到肃宗身边的内官 是张氏的间谍 肃宗知道真相后 没让内官知道 立刻召集了御前侍卫 此时 现代的金鹏打车到了一栋大楼前 这里他再次穿越 回到了闽暗的府邸 他藏在书房里 等待时机 当闽暗发现桌上的笔烟被动过 已经太晚了 金鹏马上用刀架在他脖子上 迫使他写下一封 关于谋害人险王后的信 内容和他之前烧毁的那封信 一模一样 信写完 金鹏藏到了屏风后面 持刀胁迫闽暗 叫来仆人 这老狐狸为了保命 只好听从 他只是仆人 把信交给杀手修宇 修宇读信后 立刻将其销毁 然后带着杀手 潜入人险王后的住所 但他们查看一圈 发现院子空无一人 修宇意识到中了圈套 急忙撤退 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被埋伏的官兵 围了个阵阵 除了首领修宇逃掉 其他的刺客都被抓了 人险王后 在被废后的第五年 终于被诉讼接回宫中 金鹏为了一网打尽这些反派 接着逼敏暗 再写一封同样内容的信 给张希仔 然后金鹏把信 塞进了敏暗的衣服里 静静等待着皇帝的命令 敏暗明白 这次自己难逃一劫 决定不读自一人下地狱 所以在被捕时 他只向屏风后说 还有一个人 但是官兵检查屏风后 并未发现金鹏 敏暗顿时脸色大变 这时候他说什么都没人会信 因为从几周到这里 至少需要半个月 次日清晨 诉讼恢复了金鹏的官职 接着把敏暗和张希在他们 撤职并流放到冀州岛 这女的竟然和一个 三百年前的男人谈恋爱了 原来这男的 有个神奇的护身符 可以带她穿越到 三百年后的现代 这次他居然把家传宝物 带来现代典当 只为给他心爱的女人一个惊喜 金鹏知道 这次复仇计划终于大功告成 多亏了阿珍一次又一次的帮忙 于是在秀景的指点下 他买了一辆豪车 打算送给阿珍 金鹏真是个学霸 几个小时就学会了开车 就这样 金鹏开着豪车出现在阿珍面前 然后帅气的把车钥匙递给阿珍 但阿珍怀疑 这车是金鹏偷的 金鹏急忙掏出钞票 解释是卖了家传宝物换的 阿珍听了 更是不好意思接受了 但金鹏对他说 跟他救命恩比起来 这真的算不了什么 阿珍没法再拒绝 就开心地接受了 然后阿珍兴奋地在金鹏面前 展示他的驾驶技术 就见他不停地围着金鹏转圈圈 但慢慢地 阿珍的眼神开始变得暗淡 他感觉这一切像是一场美好的梦 一旦醒来 这个男人就会消失 阿珍停车后 让金鹏也坐上来 他关上车窗 然后对金鹏说 车子不只是用来开的 说着 他就直接吻了上去 两人在车里开始激烈地亲吻 但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阿珍知道 金鹏最终还是要回到他的世界 金鹏让阿珍等他一个月 他要把古代的事情处理好后再回来 另一边 休雨正悄悄接近被押往冀州岛的敏安 这老狐狸不甘心看到自己的计划被毁 他一定要查清楚 金鹏是怎么从房间里消失的 于是敏安命令休雨查金鹏所有的过去行踪 此时 金鹏已经到了冀州岛 他换上之前藏好的古装 拿出护身符念出上面的咒语 但他刚穿越回古代 就遭到了刺客的偷袭 两人经过一番搏斗 金鹏手中的护身符被砍成了两半 突然 他头痛欲裂 脑海中浮现出阿珍的身影 刺客趁机给了金鹏一刀 金鹏当场晕了过去 还好被附近巡逻的官兵发现 这才救了一命 可他的护身符却被刺客捡走了 等到金鹏再次醒来 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他发现自己丢失了两个月的记忆 金鹏最后记得的 是在红纹馆被刺钱的 是 另一边 开车的阿珍突然感到一阵幸运 他的脑海里 闪过金鹏被害的场景 情急之下 阿珍猛打方向盘 车撞上了大树 阿珍也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这边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 没人记得金鹏 除了阿珍 更让阿珍难以接受的是 东鸣变成了他的男朋友 一开始 阿珍还以为大家在开他的玩笑 他还说 大家都见过他的男朋友金鹏 可慢慢的 阿珍脑海里浮现出 和东鸣的恋爱画面 他的手机里 全是和东鸣的合照 但这些场景 阿珍根本没经历过 他不明白 这些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阿珍心情大乱 把自己锁在了卫生间里 他用手机查找自己的恋爱新闻 结果全是他和东鸣约会的视频 阿珍彻底崩溃了 等绣景赶到时 阿珍已经哭成了泪人 绣景也搞不清楚金鹏是谁 阿珍就是想不通 明明昨天 他们还一起去买车送给他 怎么突然就都忘了呢 但绣景却说 那车是阿珍用拍广告赚的钱买的 听完这些 阿珍感到更加绝望 感觉金鹏 好像真的从未存在过时的 这时 金鹏从仆人那里得知了一件事 原来他曾拥有一枚神奇的护身符 但那护身符 现在不知去向 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符已经落在了修宇手中 刺客把这段时间 追捕金鹏的经历 上报给了修宇 很快 明暗就得知了 金鹏诗意和符咒的事 但他们还不清楚 那符咒的具体作用 只知道 金鹏从几州到汉阳 仅用了四天 一个月后 阿珍也逐渐回忆起了 和东明复合后的事 只是 他觉得 梦中的记忆比现实更清晰 对梦中那人的感情 也显得更真实 他把自己的情况 告诉了心理医生 医生却说 阿珍是入戏太深了 建议他和角色保持一定距离 阿珍半信半疑 也许是自己太投入了 今天其实是阿珍和金鹏 约好见面的日子 在回家的路上 阿珍挣扎了好久 最终还是决定去公园看看 此时 金鹏已经回到了汉阳 他从阿越那里得知 自己曾经到过 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但因为失忆 他并不知道 哪个世界在哪 阿越告诉他 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女人 还受了他的恩惠 金鹏意识到 这些丢失的记忆 可能和那道符有关 于是他急忙让仆人 去找那个符 安排好了之后 金鹏准备去见人险王后 突然 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现在王后根本不叫人险 他追问仆人 人险王后是谁 仆人也不明白 以为金鹏在开玩笑 或者搞错了 仆人一头雾水 这些不熟悉的词汇 让金鹏恍然大悟 他肯定忘记了 什么很重要的事 此时 阿珍在公园里 期待着那个人的出现 他远远地看到 一个撑伞的男人走向他 阿珍控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但当那男人举起伞来 阿珍满怀期待的目光 立刻暗淡了 他等的人还是没来 此时 金鹏在建中店娘娘时 看到他的配饰 突然想起了什么 想起自己和一个 打扮向中店的女人在一起 金鹏越想越害怕 他在失忆之前 不会做了什么天大的措施吧 金鹏急忙回家 叮嘱仆人 一定要找到那护身符 他要弄清楚 自己在失忆前 都做了些什么 与此同时 现代的阿珍 还是忘不了金鹏 他每天都在网上 查金鹏的资料 但当面对现实中的男友 东明时 总是本能地避开他 每次东明靠近 阿珍就觉得反感 东明试图亲近他 阿珍用手脚全力阻挡东明 东明好不容易偷到了一个吻 结果阿珍差点把嘴都洗破了 阿珍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抗拒 决定和东明分手 却被秀锦阻止 秀锦拿出一份解约合同 只要阿珍说分手 他就跟阿珍解约 他不明白 阿珍为何不要金鹏续东明 却偏偏痴迷一个历史上的男人 阿珍知道秀锦很失望 但他更不想失去这位好闺蜜 于是撕毁合同 阿珍向秀锦保证 他会努力忘掉那个人 那晚 阿珍和金鹏都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金鹏想着自己提过的人险王后 和脑海中出现的中殿是否有关 金鹏决定去寺庙请教大师 关于护身符的事 大师解释了符咒的作用 但他没听金鹏提过人险王后 反而听说过一个住在世外桃源的仙女 还多次见过她 突然金鹏察觉窗外有动静 赶紧吹灭蜡烛 果然 两名刺客在窗外偷听 金鹏冲出窗外 直接把刺客撞倒 金鹏趁机抓住了一名刺客 但另一名刺客幸运逃脱了 被抓的刺客马上把投听的信息报告给修宇 说必死即生是消失的方法 修宇拿出护身符 让刺客站远点 然后一箭射杀了他 修宇看着刺客直到死也没消失 原以为这方法完全是胡说八道 就在这时 金鹏带着另一名刺客出现在修宇面前 修宇知道金鹏在找护身符 就故意拿出来挑衅 还说大师的必死即生是骗他的 这时被挟持的刺客刚开口就被金鹏打晕 修宇意识到还有重要信息没听到 他威胁金鹏 只要说出符咒使用方法就放他一马 金鹏假装投降 说要用符咒得念上面文字 修宇信了 开始念 金鹏突然趁其不备偷袭了他 接着两人为了符咒展开激战 就在修宇的刀快要刺中金鹏时 金鹏带着护身符一闪就消失了 修宇吓得目瞪口呆 这时被打晕的刺客醒了 他说那护身符只对主人有效 对其他人没用 金鹏其实是 故意选了条死路 知道真相的修宇后悔莫及 他得把护身符销毁才行 这时穿越回来的金鹏终于恢复了记忆 原来脑海中模糊的身影是阿珍 金鹏急忙给阿珍打电话 但阿珍正在做造型 电话由秀锦接了 金鹏一听是老朋友 立马热情打招呼 秀锦一听到金鹏这名字 瞬间梦了 这不是阿珍梦里的那个人吗 怎么会在现实里出现呢 秀锦突然知道金鹏在他们约好的公园 吓得马上挂掉了电话 这该怎么是好啊 看来阿珍梦见的都是真的 他刚下定决心的 闺蜜想来想去决定瞒着阿珍 还编了个理由说 那电话是找他拍不正经视频的 让他千万别接 阿珍信了就错过了金鹏好多电话 晚上他和东明一起去参加颁奖礼 就在两人手玩手走上红毯时 阿珍不经意间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失忆了一个月的金鹏终于重新穿越时空 出现在了阿珍身边 当两人目光相交时 阿珍却被东明拉走了 等阿珍回头时 金鹏已经不见了 阿珍回到休息室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确定那不是幻觉 这时阿珍恍然大悟 那些被当做梦的记忆 其实都是真的 他急忙去找秀锦 在一番逼问下 秀锦承认那人是金鹏 但他现在已经走了 原来金鹏刚才找过秀锦 还从他那知道 除了阿珍 其他人都忘了他 他存在过的痕迹都被改写了 以至于大家都误以为 那只是阿珍的一场梦 金鹏刚收到个挺让人伤心的消息 东明现在成了阿珍的男友 秀锦劝金鹏 别再打扰阿珍的生活了 金鹏说 他不会给阿珍添麻烦 只希望他幸福 自己愿意默默退出 阿珍一知道金鹏已经离开 就不顾秀锦劝阻 决定去咖啡厅找他 但到的时候 里面只剩下那杯 已经凉了的绿茶 阿珍还是不愿放弃 他跳上出租车 直奔他们约定的公园 公园里却依然空无一人 阿珍绝望地蹲在空荡荡的电话亭旁 难道真的就这样没缘了吗 阿珍站在金鹏增站的电话亭 按下他曾按过的电话号码 正在这时 电话亭突然被人敲了一下 阿珍转身一看 眼泪瞬间模糊了双眼 金鹏竟然出现在他面前 阿珍没多想 直接扑进金鹏的怀里 紧紧抱着他 幸好金鹏换衣服的时候 又看了一眼公园 这才发现电话亭里的阿珍 金鹏也抓紧时间穿越回古代 画下杀手的姓名和样貌 让仆人送去义镜府抓人 但这时修宇已经悄悄溜进监狱 把护身符的秘密告诉了敏安 当文书送到的时候 修宇已经逃跑了 阿珍一回到家就直接开始脱衣服 他脱到一半 突然发现有人盯着他 阿珍被吓得尖叫起来 但金鹏却用手遮住脸 显得很镇定 为了避免尴尬 他决定还是在外面等阿珍 刚等了一会 他就听见东明的声音 金鹏下得赶紧往回跑 这种行为 让金鹏觉得自己像是在偷情 感到委屈 阿珍告诉金鹏不用慌 东明其实不知道他家的密码 但金鹏听到了暗密码的声音 情急之下 阿珍只好躺在沙发上装睡 金鹏赶紧跑到楼上藏起来 东明一进门就捏阿珍的脸 还搭肩挑腰 眼看东明的嘴 差点倾倒自己 阿珍突然说出了分手 他不想再欺骗东明 把事情都说了出来 他告诉东明 他的梦都是真的 东明没想到自己这么红 竟然被一个梦中的人抢了风头 他气得把衣服扔在阿珍的脸上 他以为阿珍是在报复他 气急败坏的想要动手 突然一个枕头砸向东明 金鹏忍无可忍 站出来对东明宣誓 自己就是阿珍梦中的那个人 还得意地吐了吐舌头 东明一气之下 冲上楼想揍金鹏一拳 结果一拳打在空气上 他又气急败坏的 拿起球杆挥向金鹏 但金鹏轻松地把球杆夺过来 反手就把东明锁在了浴室里 处理完东明之后 阿珍匆忙找了个民宿 把金鹏安顿好 介绍完家电怎么用之后 阿珍准备回去收拾剩下的烂摊子 这时金鹏一脸委屈地看着阿珍 阿珍尴尬地想岔开话题 但金鹏直接亲了上来 一夜春宵后 两人就开始了甜蜜的小情侣日常 阿珍虽然厨艺一般 但教金鹏用微波炉做咖喱饭 金鹏虽然开车不太熟练 但还是在这阿珍到处兜风 看到路边的火堆就想把护身符烧了 金鹏以为阿珍在开玩笑 没想到阿珍真的把护身符扔了出去 金鹏立刻慌了 阿珍马上拿出护身符 他只是想试探一下 没想到金鹏会这么慌 阿珍把护身符还给金鹏 他担心自己有一天真的会失手 这时阿珍接到剧组的电话 因为东明的关系拍摄计划全改了 原来东明被甩后 气急败坏地要求导演改计划 删除吊人险亡后的戏份 东明还装病不严了 为了不让局势更糟糕 阿珍只好亲自去医院向东明道歉 金鹏听说阿珍要去见前男友 猝劲大发 阿珍赶紧安抚他 别吃错 你在这等我 然后他手捧鲜花站在东明病房的门前 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的那一刻 东明用水枪对准了他 喷完水枪 东明还 不罢休 又用枕头狠狠地砸向阿珍 东明想把自己受的屈辱全都报复给阿珍 他甚至想把阿珍关进浴室 幸好这时导演和经纪人赶到 金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提出了要求 他要求导演不能把人险王后的戏份全删 要么就把人险王后写死 他说自己无法和一个劈腿的人一起工作 幸好导演识破了东明的小动作 并没有让阿珍为难 现在只能让他们分开拍摄 离开医院后 阿珍试图联系金鹏 却发现他又消失了 阿珍满脑子都是疑问 他甚至怀疑金鹏在古代还有其他女人 金鹏确实在凌晨时分回到了古代 他见到的是一位大师 自从恢复了记忆 金鹏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了疑惑 过去他一直是为了保护人险王后和他的家族而活 了解了整个历史后 他能否在古代顺应命运幸福生活 还是要到三百年后开始新的生活呢 大师看出金鹏已经开始疑惑 这说明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于是金鹏又把家传宝贝拿去当了 把所有支票都放在阿珍的车里 他想请阿珍帮他买几套衣服 还要买个新手机 在阿珍家附近再租一套房子 他打算一直待在阿珍身边 想好好承担起男朋友的责任 阿珍含泪看着电话亭里的金鹏 这一刻他终于愿意留在他身边了 几天前金鹏决定留在现代 和阿珍共度此生 于是他打算回古代 把事情处理好再回来 但金鹏刚回到那里 麻烦就接踵而至 人险王后回娘家时遭到了匪徒偷袭 宿宗得知后勃然大怒 他断定这种胆大包天的行为 一定是那些不孝之徒所为 于是动员了所有兵力在城里搜查 金鹏是唯一见过修宇面容的人 他何以进府一起巡逻搜捕 但他听领头的描述 那晚的劫匪身高六尺 而且穿着朝廷官员的服饰 从背影判断 那个人并不是修宇 这时对面屋顶突然跳出几名刺客 金鹏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射中了几件 金鹏就这样神秘消失了 自从闽暗知道护身符的秘密后 也猜到了金鹏那晚 一定是用护身符潜入了废后宅子 闽暗抓住这个机会 故意制造了金鹏和任险王后的绯闻 穿越到现代的金鹏意识到 这是闽暗的阴谋 他赶到公园 拿走了阿珍留给他的手机 然后打车直奔图书馆查阅朝鲜王朝的实录 但金鹏伤势太重 很快就在车上昏迷了 司机看到满身是血的金鹏 下得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 刚刚拍完戏的阿珍接到了金鹏的电话 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司机把金鹏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阿珍 阿珍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 但金鹏一直都在昏迷中 等到他最终醒来 已经是十天后了 这段时间里 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金鹏急忙询问阿珍实录是否有变 但阿珍不想再失去金鹏 所以他撒谎说 只有他重见消失的部分改了 其他的都没变 金鹏从阿珍的闪烁的眼神里 看出了他在撒谎 后来金鹏还发现自己的护身符 被阿珍拿走了 金鹏不顾身上的伤痛 坚持出院了 出门时 他还特意记下了医院的位置 当阿珍发现金鹏不见了 他已经到了图书馆 金鹏在实录里看到了 被指控和人险王后 有不正当关系 这段失踪期间调查显示 他曾擅自闯入人险王后的私宅 而且 那个在王后探亲时出现的匪徒 就是金鹏 自尊心极强的诉讼 怎能忍受这个丑闻 一气之下 把人险王后和金鹏的家人 都斩首示众 金鹏回响阿悦的警告 那服侍他请大师求来保平安的 如果违背符咒的本意 用于私欲 避招灾祸 金鹏感到万分悔痛 他必须回到古代 把一切恢复原状 他给阿珍打电话 问护身符藏在哪里 阿珍不希望金鹏再回古代牺牲 就谎称 护身符已经烧毁了 但金鹏知道 阿珍不会这么做 当初符被砍断他失忆了 而阿珍也重过同样的人生两次 显然 如果符被毁 他们可能再也认不出对方了 金鹏最终在冰箱里 找到了护身符 阿珍慌了 哭着求金鹏不要离开 金鹏让阿珍冷静听他说话 五年前他承诺保护人险王后 现在王后落得如此下场 他更不能安心在这里独活 金鹏向阿珍保证 他一定会回来 金鹏回到古代 起码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他刚到家 义进府的人就闯进来了 阿越劝金鹏赶紧离开这 事情已经搞得人尽皆知 就算他洗清了冤屈 肃宗也不可能放过他 但金鹏还是正开了阿越的手 毅然走进了皇宫 金鹏向肃宗坦白自己失踪的真相 原来是被劫匪绑架 今天才逃出来 他还把那个被传能失邪术的符咒 交给了肃宗 并解释说 这幅只是个僧人给的保平安的东西 这种普通的符咒 怎么可能有神效 金鹏还指出这场满城风雨的丑闻 全是一些反叛者的阴谋 肃宗当然不信 敏安在狱中还能策划这一切 但他也没法全信金鹏的话 于是 肃宗决定把两人都叫来公堂对质 敏安坚称是金鹏在栽赃他 他被囚禁在狱中 哪有能力策划这一切 何况金鹏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的 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 肃宗认为绑架只是金鹏的无耻借口 于是命令把护身符绑在金鹏身上 让他用生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如果他带着符咒 还被射死 那就证明是敏安的阴谋 立刻将他斩首 反之如果金鹏消失了 那他以后就再也不能踏入朝鲜半部 与此事有关的所有人都将受到严惩 敏安心里以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金鹏却神秘地对他笑了笑 原来他早把真符换成了假的 敏安万万没想到金鹏决定跟他一起玩命 在宿宗下令的一瞬间 侍卫的剑一起向金鹏射来 金鹏中了三剑 昏倒前也没消失 宿宗剑状急忙 让太医来救金鹏 但金鹏伤得太重 太医也束手无策 都是因为敏安的阴谋 宿宗亲眼看着自己的朋友命丧皇权 一怒之下 他命令用急刑对付敏安 此时 现代的阿珍感觉到金鹏遇害了 他的胸口痛得喘不过气来 阿珍急忙让秀警查金鹏的历史记录 果然 史书上写着金鹏被好人害死 还是诉讼命人射杀的 阿珍悲痛至极 直接晕倒了 阿珍的闺蜜看他突然晕倒 吓坏了 结果发生了车祸 好在两人都没答案 他们被一起送到了医院 但阿珍一直捂着眼睛 不说哪里受伤 护士只好把他的手挪开 开始大声痛哭 第二天 秀警偶然听护士说起 医院又收了一个见伤的病人 而且 长得和阿珍的监护人很像 秀警立刻把这事告诉了阿珍 阿珍马上起身要去找那位病人 但秀警却说 那人救活后就消失了 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珍突然想起金鹏曾承诺过 他说过一定会回来找他 阿珍听后激动得泪流满面 原来那人正是金鹏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 明暗和他的同谋都被公开斩首 执行前 明暗在人群中 竟然看到了金鹏的身影 明暗万万没想到 这其实是金鹏和肃宗的一场戏 原来金鹏那晚刚回到古代 就见了肃宗 他坦白了护身符的神奇力量 并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告诉了肃宗 金鹏解释他的行动 都是按肃宗的命令 目的是帮助他除掉明暗和张氏一族 以及帮助任险王后重返王位 但肃宗认为金鹏欺瞒王室 用巫术 搅乱了朝纲 让朝廷一片混乱 说到底 金鹏也难辞其咎 金鹏为了大局 愿意用死来平息一律 只有他死 才能彻底消除闽暗一派 第二天 金鹏在地上插下剑做了标记 他吩咐仆人要尽快 把他的遗体带到这个地方 随后 御医接到诉讼的密令 声称金鹏已经死了 金鹏临死前 被带到了那个标记的地方 仆人急忙把护身符 塞进金鹏的怀里 一瞬间 金鹏就穿越到了现代 他吐着鲜血 直接倒在救护车旁 幸运的是 他被迅速送往医院抢救 与此同时 阿珍也被送到了同一家医院 阿珍哭得死去活来 而金鹏就在对面的病床 幸亏有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 金鹏终于捡回了一命 金鹏站在自己的墓前 他吩咐仆人把家人安顿好后 就决定永远离开这里 仆人眼泪汪汪 依依不舍 但世上没有永不散习的宴会 主仆俩的缘分也就此结束 金鹏决定去另一个世界 寻找幸福 当金鹏离开他的故土 独自一人前往阿珍那里 金鹏的所有不舍和眷恋 都涌上心头 他感觉自己像个锅 再也没有退路 阿珍擦干他的眼泪 给他鼓励 告诉他 自己还在 金鹏把护身符交给阿珍 打算永远留在他身边 还在阿珍家附近租了一套房 为了快速适应这个社会 金鹏废寝旺时地学习现代知识 他经常打电话给阿珍 问各种问题 当金鹏问到 领带是干什么用的 阿珍机灵地直接跑到了金鹏的住处 阿珍给金鹏戴上领带 同时告诉他领带的实际作用 接着 两人一起度过了几天非常幸福的时光 那天晚上 金鹏在公园排队买棉花糖给阿珍 就在阿珍回头那一刻 金鹏突然无预警地消失了 金鹏站在那里 一头雾水 这时 他的护身符从天而降 阿珍发现金鹏不见了 急忙打电话给他 但电话却打不通了 金鹏也不打电话 但同样无法接通 他手里的护身符逐渐变黑 金鹏想到这护身符是阿珍送的 突然变黑 莫非是阿珍出了什么事 金鹏急忙冲到士林阁 到了阿珍的房间 却看到地上全是血迹 他沿着血迹在石阶上找到了阿珍的发钗 金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继续沿着血迹寻找 最终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找到了已经没了气息的阿珍 看着阿珍惨死 金鹏悲痛欲绝 懊悔不已 为何当初让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金鹏把发钗再次戴在阿珍的头上 发誓一定要为阿珍报仇 满枪杀气 他冲进凶手的房间 发现杀害阿珍的凶手 竟是他的死对头修羽 原来就在几小时前 修羽在士林阁喝酒时偶然看到了阿珍 于是便尾随他到了这里 修羽把自己主人之死都归咎于阿珍 并无情地将手无寸铁的阿珍杀害 见到金鹏竟然还活着 修羽顿时怒火中烧 两人抽刀对峙 随后爆发出一场剧烈的战斗 金鹏不是修羽的对手 逐渐落于下风 于是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修羽的剑 修羽被金鹏的绝死态度震撼 最终被金鹏一箭击毙 此时 阿珍还在现代的公园里苦苦等待金鹏 第二天 金鹏成了通缉犯 他不得不把阿悦的后事托付给大师处理 然后带着发黑的护身符前往山上 他不确定必死急 生是否还有效 但他不能无声无息地抛弃阿珍 于是金鹏果断地割了自己的喉咙 幸运的是金鹏成功穿越回了现代 他立刻给阿珍打了电话 阿珍在公园等了整整一天一夜 看到金鹏的来电泪水止不住地流 金鹏向阿珍解释 说是护身符出了问题 他拿着已经发黑的护身符向阿珍走去 两人即将重逢 但突然金鹏发现手中的护身符变得漆黑 金鹏伸手想要触摸即将抵达的阿珍 却又被残酷地拉回到了古代 尽管他们处在同一片天空下 却不再处于同一个时空 金鹏绝望地跪在地上 从此两人天各一方无法再相见 金鹏心中还抱有那么一线希望 那就是寻找画幅的玄冥大师 于是他不分昼夜地赶路 一个月后 他终于到达了玄冥大师的修行寺庙 但寺庙里的大师告诉他 玄冥大师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圆寂了 这个消息对金鹏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金鹏心灰意冷躺在草地上 如果他们在同一个时空 哪怕要走十年二十年 他也愿意 但现在他却无法抵达那里 金鹏不忍让阿珍承受失去他的痛苦 决定把护身符焚毁 希望阿珍能忘记他开始新的生活 因此他含泪给阿珍写下了一封诀别信 金鹏只希望在烧毁护身符后 自己还能记得这段回忆 这将成为他坚持生活的唯一理由 带着这份记忆 金鹏开始在边疆流浪 一年后 金鹏在一周偶遇巡视的南九万 南九万似乎认出了金鹏 便派人追捕他 为了不被发现 金鹏只能再次逃亡 后来南九万在金鹏的住处找到了那封信 并识别出了金鹏的笔记 他回京后将这件事报告给肃宗 肃宗虽然对金鹏心存愧疚 却无法公开承认他的存在 只好让南九万不要再追查这件事 之后 南九万将这段奇异的故事 记录在家族备忘录中 这便是不久前的现代所发生的事情 南九万的后代 把这份备忘录和书信公开了 电视台决定根据这个故事 制作一档名叫人险王后的男人的历史节目 而被邀请的嘉宾正是阿珍 但现在的阿珍已经忘记了金鹏 还误以为那封充满深情和悲伤的信 是金鹏对人险王后的单恋 然而当阿珍仔细聆听那封信时 他对这位多才多艺的贵族公子感到惋惜和心痛 这一天 金鹏在寺庙打水时 不幸被人发现了他是通缉犯 他在与官兵交战时 看到旁边无辜百姓的眼神 金鹏最终放下武器 选择了投降 这一年多的流浪生活让金鹏筋疲力尽 现在 他觉得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与此同时 阿珍正在宫中拍摄人险王后的男人 时过境迁 阿珍感慨万千 感觉自己好像在这里经历过许多事 同时 古代的金鹏正在被押送到王宫受审 就这样 他们再次出现在同一片天空下 当两人相遇时 阿珍突然感到一阵剧痛 他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感觉像是失去了某样极其珍贵的东西 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 金鹏因为多起杀人案被判有罪 最终被关入了义禁府 金鹏曾承诺诉宗不再出现在这个世界 为了朝廷的平静 他决定自己了结 他打开包裹 拿出领带 想起阿珍曾教他如何打领带 不禁苦笑 现在 他却要用这领带结束自己的生命 金鹏把领带挂在横梁上 准备自尽 这时 现代的阿珍 突然感到一阵剧痛 几乎无法呼吸 眼泪像洪水一样止不住地流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伤心 就在金鹏生命垂危之际 阿珍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一个电话号码 他急忙拨了过去 三百年前的那部手机竟然响了 阿珍感觉自己 快要喘不过气来 他把手机扔在车上 赶紧下车 阿珍一边跑一边 靠着车前进 雨水和泪水 把他浸透了 这时 阿珍突然恢复了所有记忆 他如梦初醒般找到了导演 他请求再看一遍那个节目 当阿珍再次看到那封信时 每一个字都像真一样 刺痛他的心 这是一封为他而写的诀别信 阿珍痛得撕心裂肺 他正埋头痛哭时 影厅的灯突然亮了 阿珍泪眼模糊 不敢相信地看着金鹏 原来金鹏早在一个小时前 金鹏临死前 仿佛听到了自己手机的铃声 他睁开眼 看到来电显示是阿珍 这让他突然有了 想要活下去的冲动 他挣扎着 用尽全力让身体转过来 拼命拉扯领带 经过一番挣扎 他终于脱险了 金鹏赶紧拿起手机 按下接听键的那一刻 他穿越了 来到了现代 刚穿越过来的金鹏 看到满界的车水马龙 感到一阵眩晕 他激动得泪流满面 原来是阿珍的强烈愿望 把金鹏带到了现代 手机变成了 他们穿越时空的桥梁 这对相隔三百年的恋人 在重重困难和障碍后 终于又重逢了 这一次 金鹏终于正确地使用了领带